我首创的空中造楼机技术领先于世界第一 有了这款造楼机世界上300米以上的高楼 70%都是中国制造 那么中国的这款造楼机究竟强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空中造楼机的过人之处 在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 改变传统的建造模式就变得刻不容缓了 但不同的建造方式各有各的特点 合理的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 然后改进做法可以更好的整合造价 环保 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作为高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住房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由于中国地域大 涉及面广阔 每个地方的结构 地基 自然的条件也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一直以来的发展都不均衡 就在这个时候空中造楼机的出现 无疑是解决建造遇到的问题 空中造楼机就像壁虎一样 脚掌可以牢牢的贴在墙壁上 并且可以自行爬行 空中造楼机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发的设备 以及建造技术 它是机械作业和智能控制的方式 实现超高层的工业化建造 它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 将全部的工作流程集中在一起 并一层层地在空中完成的 所以称之为空中造楼机 作为一种创新的技术 都要使用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它的特点 毫无疑问 这种技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传统的人工线胶混凝土优缺点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取材方便 成本机和工程技术成熟 与此同时 缺点也非常典型 施工现场混乱 空中造楼机有效地结合了两者的优缺点 不仅保证了现胶施工的整体性 又建造了更高大的建筑 同时改善现场的杂乱武装 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工人培训 并且工期更短 空中造楼机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高效 安全地在空中作业 空中造楼机 涉及到的滑膜技术 其实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从美国传入中国的 它采用了钢结构 工作原理是需要在墙体的两边 搭建一个模板 然后在中间浇灌上水泥 通过千斤顶的作用 将整个模板提升 类似在墙壁上滑动一样 因此就叫滑膜 用滑膜技术比传统技术快了非常多 但这开始尝试出现了多次失败 虽然之后成功了 但是也有遗憾的 因为进口了成套的国外设备 才支撑了整个滑膜实验 然而当这次技术得到功课后 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快了很多 由于不断的吸纳国外技术 和中国的基建专家不断研究创新 实现了反超 中国速度从未停止过 并且骤然加快 异常迅猛 现在中国高层的建筑数不胜数 这个速度 不仅仅是代表了中国的高层建筑 也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超高层建筑的诞生 是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的繁荣 也是活力的体现 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 可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提高整个国家的形象 让人记忆犹新 目前我们国家的每一项工程 都创建了建筑史上的一个个记录 据说当年的深圳国贸大厦 施工速度达到了三天一层楼 与此同时 在香港建设大楼的速度 也就五天一层楼 就算美国也是四天一层楼 深圳速度也变成那个时候的代名词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空中造楼机发展的背后 也是中国科技实力的缩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要知道 中国当时没有一座 可以超过一百米的大楼 然后美国有摩天大楼 纽约有世贸大厦 整体高度都超过了四百米 而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是八十米 还是请外国作家设计的 这两者的差异 就像是当时中美经济和科技的差距 而如今全球三百以上的大楼 三分之二源自中国制造 三百米层的高层建筑是一个门槛 然而五百米的超高层建筑是一个更难的关卡 建设这样一栋楼的物料和装置 总共有五六十万吨 是将近三百米建筑的两倍 时光风险更是大了四倍 这对于施工的稳定和成立力 都有着更高更困难的要求 空中造楼机的高度 足有四五层楼高的巨型机器 平台重量是两千吨 再加上钢筋和混凝土 卡吊等一系列的装备物量 造楼机重量接近四千吨了 相当于三千辆小汽车了 空中造楼机的微波支点是 中国工程师的独有发明 可以承受四千吨的贺载 能够抵抗住十四级的打风 它是其中的关键 就像是造楼机的手脚 为百米高空中的造楼机 保驾护航 最新一代的空中造楼机是中国首创 具有独立设计研发 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超高层建筑智能化施工装备 集成平台 它的出现让我们国家超高层建筑的建设能力 大大提升 在我们传统施工意义上 它相当于是一个技术的核心 空中造楼机有几大特点 第一就是安全性 光人在上面施工的话 就有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高效 第三个就是实用性较强 可以根据不同的核心筒结构 支点可以随意地进行控制 也就是可以适应不同的超高层的结构 采用机械操作 用机器替代人工 不仅节约了大量人力 更是可以提高建楼的速度 空中造楼机不仅可以360度自由旋转 还能按照进度自行鼎声 效率比传统塔调 大约提升了30% 目前空中造楼机已经成功应用到 多个超高层建筑施工里去 看到这样高效的造楼机 有网友不得不表示 太眼见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中国制造也在慢慢崛起 甚至被冠名基建狂魔的称号 这个称号也不是空口无凭的 作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房子建筑 也成为了中国制造领先全球的 一大领域 在没有高科技的年代 造楼机是我国在建筑领域 一个重大的突破 也许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未来用更短的时间盖一栋楼 也不是白日做梦 中国在造楼基础方面 有着非一般的进步 而且在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 都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